本届政府投放超过1300亿元在创科发展 近年成果渐渐 财政预算案会增幅资源 持续强化整个价值链和创科生态券 包括增加未来基金对香港增长组合的分配 成立50亿元策略性创科基金 用在投资对香港具战略价值的科技企业和项目 并预留100亿元 进一步推动生命健康科技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的发展 我会预留100亿元 为香港长远提供更加原备配套 包括硬件、科研人才、临床试验和数据应用等各方面 提升不同机构包括大学 在这方面的容量和能力 并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链 我们将会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设立InnoLife Health Tech Hub 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 以上16所实验室 以及8间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基础 汇聚全球顶尖的研究团队聚焦生命健康领域的研发和环球科研的合作 包括生物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范畴 会是应用在预防、诊断、药物开发、先进治疗、康复等领域 为了加强支持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的研发工作 会倍增资助额到4亿4千万元 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给每间大学的资助额 就增加至1千6百万元 另外为了推动政府运作进一步数码化 会预留6亿元 做全面的电子政府审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